56.民眾日報 南展館今夏訪客5萬人 2015年7月26日高雄綜合F10 本部記者陳明道屏東報導 核衣廠長張學籍受訪表示南展館自今年6月延長開放至晚上9時 今年入夏日夜訪客加起來餘5萬人 上週假日暢下單夜45人新紀錄 南展館長朱潤康表示一切醫總公司規定 繼續辦理夜間開放 供來訪遊客多一項夜遊新選擇 讓更多人認識台電 台電南部展示館從6月1日起將展館開放時間延至晚上9時 開放越來 每晚造訪遊客越來越多 如今每晚夜夜40多人到訪 肯定台電夜間開放 希望有更多人到南展館免費吹冷氣、看衣服 D 電影和觀賞夜大魚 認識台灣的電力和能源 尤其本月新增打家宋慈祭紀念原子筆 吸引遊客越來越多人打家遊南展館 加上自由行陸客越講客與日俱增 使得今下遊南展館人潮更甚往年 昨日值班展示課長薛總鎮表示 二樓部至羅曼門屋咖啡屋 推出現磨咖啡一杯35元及特製海淡水冰棒一支賣12元 比外面市場賣一支15元還好吃 為什麽味道特別甘甜 因使用造價高的海水淡化廠生產的一流水質作冰棒 冰廠就設在廠內簡報室旁 使用的材料都是道地的原料 作好後加上啟動製兵機 按配方來造